欢迎收听总编读书 我是韩松林 先来念几则听众的留言 有一位叫做那尔安内 然后他说一边开怪手 一边听总编书符 第一次碰过我的听众 是开怪手的 谢谢你给我五星评价 我有非常多的听众是上下班 或者是出差 长途开车的过程里面听 因为他们说一个钟头的节目 听完也到目的地 所以蛮好杀时间的 那开怪手第一次收到这样的评价 希望你继续收听 也希望节目内容对你有帮助 那另外一位是 萱萱萱萱萱的 然后他应该不是第一次留言 我对他的名字有印象 他说他平常都在Mr.Box收听 都是上班 度图上必定的节目 谢谢你 那除了这些Podcast平台之外 其实我最近也准备要在YT上面上 把过去的节目内容 倒到YT上 当然他需要做一点加工 因为终究你必须要有画面 应该下个礼拜开始 就会把陆续的 每一次大概十集二十集左右节目 开始往YT上到 那下一集节目 我会正式跟大家宣布 也到时候欢迎大家在YT上订阅 其实我觉得YT搞不好是目前收听声音节目 最方便的平台工具之一 也说不定了 因为现在看YT视频的几乎是 有手机的人都必做的一个行为 不管你在上面花的时间长或者是短 所以我做一下这个尝试 那这一集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我要聊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造反的细胞 这本书很新 是今年的7月6号 刚上市没多久 那我在电子书平台无意中发现了它 马上就把它买下来 那也利用这个礼拜的时间 陆续的把它读完 实话说 它不是一本非常好懂的书 但是里面又好懂的部分 又非常的好读 我其实非常推荐喜欢生物科普类的 就是你对于生计 尤其在COVID-19之后 大家对于生计的很多名词都朗朗上口 我非常推荐对这一类题材 有兴趣的听众去买一本来读 另外还有 还有什么呢 现代人基本上很难避免一种疾病 当然这个病呢 要不要称之为疾病这件事 你看了这本书 其实它有更深刻 让你有更深刻的反思 不是所有的病 都是病 它不过是大自然物进天则法则底下的一个演化过程 那这个病呢 就是我们讲的癌症 那尤其是我相信了大部分的人 你的周边不管是亲朋好友 或是你的直系血亲 跟你最亲近的人 可能周边都免不了有这样的案例 当发生癌症这样的疾病 不论是在我们自身或在我们周边的家人 其实第一个反应应该都是手足无措的 我自己的亲人 我太太 其实就是在这两年 被确诊 某一种癌症 那当然 以我们的年龄来讲 得到癌症都算是比较早的年纪 但也因为如此 我对于癌症这件事 因为身为家属 你会开始针对这样的癌症 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不止我太太 还包含我周边的亲人长辈 也有得过癌症 我也针对他们各自不同类型的癌症 都做过一些在治疗上面的研究 因为要跟医生去讨论 该用何种方法来进行治疗 那在做癌症的个人科普研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对于癌症这样的疾病 如果定义在人体 它是可能夺去你的生命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病 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 其实是非常片面的 我总归一个结论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 人性对于死亡的恐惧 那因为对于死亡的恐惧 这件事会让你不想看到 类似的资讯 不管是新闻的报道 或者是对于它更进一步的说明 那像这一本书 造反的细胞 其实它整本书就在讲癌症这件事 不过它不是从癌症的治疗的层面来讲 它是从演化的历程来讲 就是从科学家的角度来告诉你 第一个是我们怎么看癌症这样的疾病 包含它的起源 它的成因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现今在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努力之下 对于癌症的研究 有什么样的进展 不管是从去判断 基因定序这个部分 一直到新药以及新式的疗法 在这上面 科学能做到的事 跟不能做到的事 那我觉得这一本书呢 至于我一个癌症病患的家属来讲 我觉得读了是受益良多的 虽然里面有一些 说实在是有蛮多科学家的研究的论证 这个部分 我觉得未必能够派得上用场 但它在你的整个理论架构 对于癌症认识的理论架构上面 给你很大的帮助 这个理论架构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当你必须要跟医生讨论 你的亲人 甚至我们都很难说 哪一天我们自己就得了癌症 你必须要跟医生来讨论 你的治疗的过程的时候 我想其实大部分的病人 没有那么的理性跟客观 那这一本书 其实有助于你去了解这样的疾病 了解它可怕 以及它不可怕之处 进而你可以用比较理性的态度 来跟医生来沟通 后续的治疗 来更进一步的提升 你的生命品质 所以我今天特别介绍的这本书 我觉得虽然它看起来是一本冷门的书 但适合绝大多数人来读 讲到癌症 我们一般人对于癌症这种疾病 最大的迷思就是 我们都认为说 癌症是现代才有的疾病 原因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不健康 这非常非常多的长辈都是抱持着这样的观点 抱持这样观点会产生一个不好的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不是对你身体上 而是对你心理上 因为有非常多的长辈得到癌症 第一个反应 他不是去思考说 我这种疾病 我是不是能够治愈它 在后续的治疗上面 我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我该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去改变我的生活的方式 或者是节奏 另外也许如果你的年纪比较大 可能可以做好一些生命 最后的几年吧 可能做好一些生命的规划 那但是呢 大部分的年纪大的长辈 得到癌症 通常都会有一个 第一个想法 就是说为什么是我 到底我做了什么事 才让我得到癌症 基本上癌症这件事 这个疾病 并不是你做了什么事 最终会得到癌症 当然我们在现今 有非常多的科学证明 证明有一些行为 会导致于增加癌症 罹患癌症的几率 譬如说最常被提出来 就是抽烟 但是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 像这样的 的确经过科学的验证 它的确会增加离癌的几率 但它无法决定的是 你离癌的时间 因为在演化论的这个法则 所谓的天则法则里面 人类在这样的物种 在得到癌症的机制里面 最主要的是细胞的突变 就是癌症基本上是 你细胞的突变 而不是我们现在对于疾病的认知 譬如说是感染 大部分我们有非常多的疾病 可能是因为器官的老化 譬如说心脏病 你某一个二间半脱锤 它老化了 所以像我有胃食道逆流 那就是我的食道 跟胃交界的一个喷门 它老化了 失去弹性 所以胃酸会往上流 那它既不是器官的老化 也不是因为你去感染一个细菌或病菌 从别人身上得到这种病 都不是 它其实就是你身体里面的细胞 那这件事呢 很多人会认为说 它是因为现代生活的不健康 吃了太多加工食品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保健食品 或者是自然疗法 它的论述都是这样 就因为你种了什么因 所以你有什么果 但这个是人性 我们人性通常希望得到的一个 是肯定的答案 就我今天得到的这个病 一定事出必有因 人没有办法接受 人在家中做 祸从天上来 所以他一定要去探寻说什么 就是我到底一生 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坏事 我才得到这种病 这是不是一种报应 其实这个观念 对于后续的治疗 其实并没有帮助 在这本书里面 就一开始就举到了很多的例子 就是说 到底它是不是一种现代的疾病 那这一件事 其实不是医学上的研究 而是考古学上的研究 去计算说早已做古的人类族群里面 精确罹患癌症的发生率 但其实这件事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已经出土的这些考古学的古代遗骸 跟当时实际的人口相比之下 它的比例是很低很低的 那第二个呢 你考古学所找出的这些样本 大部分剩下的都是骨骸 除了木乃伊 可能还有一点点的组织在里面 那你要从这个骨骸里面推判 它是肿瘤 这也许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你要去推判出 它是什么样的肿瘤 以及它是良性或恶性的肿瘤 这又是相对来讲困难的 另外一个作者在书里面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都会认为说 是因为现代人的一些生活不正常所造成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现代人有这一些环境的变因来去影响 譬如说抽烟 烟草 作为这个吸食工具这件事情 摄取尼古丁达到享乐的目的 这样的工具 在可能在几半年前是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用此来推判 所以现代人罹患肺癌的比率比较高 但是古代人其实也有 就是他的环境变因可能是火山灰 所以在考古学就有发现说 在某一个火山的遗迹的附近 他发现那个遗迹附近的这个骨骸 九十几具里面有二十几具是有肿瘤的比率非常之高 也就是说古代人的生活环境 他们有其他的会造成癌症的变异 不见得是纯净的食物 纯净的饮水 就可以让你摆脱掉癌症这样细胞的一个突变 另外一个迷思是 癌症是专属于人类的一种疾病吗 其实不是 癌症其实在很多生物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即便是我们想说可能是结构越复杂 所谓的多细胞生物越容易产生癌症 因为这是几率的问题 它是细胞的突变 所以当它是多细胞的生物 它细胞越多 它的这个几率就越高 但事实上在2014年 克罗埃西亚一位遗传学家 他叫做托米斯拉夫 他跟德国基尔大学的同事一起发表了一份非常惊人的论文 这个论文的内容是指出 有两种水溪 水溪是一个单细胞的 非常简单的一种生物 是一种淡水的生物 在这种生物里面发现了肿瘤 它是目前已知最简单的利癌生物 因为它的细胞非常的单纯 它只有两层细胞 用三种不同的干细胞 就可以维持这样 非常微小生物的生存 这样这么小的生物 其实我们当然不知道 我们没办法去感觉 水溪会得到癌症会有什么感觉 对吧 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痛 但是这个癌症的确对这样的生物是有影响 它会降低它的生长速率跟繁殖的能力 其实你把它放在人类 也是一样的 癌症最终的演化 其实就造成了宿主的死亡 所以我这边其实不应该讲宿主 就是造成了最终的死亡 最终的死亡 其实癌细胞也会死 所以它其实在降低水溪的生长速率 跟繁殖能力 背后都是同样的演化的目的跟路径 所以现在科学家已经可以从 很多的生物的体内发现肿瘤 就连海洋动物 海洋生物里面的名单 你看起来 它这一书里面说的很有趣 它说有如全世界最怪异的寿司店菜单 这里面蛤蜊 螃蟹 碾鱼 雪鱼 珊瑚 蚌壳 雀雕 神仙鱼 宝石鱼 金鱼 鲑鱼 鲦鱼 这些我们不管是常吃的 或常见的这些海洋生物 它们身上其实都是会长肿瘤的 那不只是海洋生物 当然普鲁类动物 还包含两栖类动物 像是青蛙 蚕蝠 蛇 乌龟 蜥蚁 这些爬虫类动物都有的 在鸟类的身上也有 鹦鹉 企鹅 或者是鸵鸟 这一类的生物也都有 就连已经消失的物种 像是恐龙 恐龙身上也有 恐龙身上曾经在 科学家他们用 攜带式X光机 在北美各大的博物馆 去拍下一万多张 现存的恐龙骨骼的影像 就发现 这比例还挺高的 有高达三分之一的恐龙 身上是有肿瘤的 那甚至是 有在两亿四千万年前 一个圆规化石的腿骨上面 发现有一颗肿瘤 那这些 我们从过去的 生物发展的轨迹 都可以知道说 像这样的细胞突变 其实不是人类的专利 那有没有一些物种 是没有癌症肿瘤的 在之前的研究 的确是有一些 但是这一些少数的 又很快地被推翻 譬如说在1970年代 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的医学院 有两位教授 他们就发现 骨骼两端的保护层 也就是软骨 可以防止什么 防止新生血管进入肿瘤 从而就降低了 肿瘤想要去得到养分 能够快速的复制 这样的目的 所以他们以此来推翻 就是鲨鱼骨架 完全都是软骨 它没有骨骼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好奇 说鲨鱼是否比其他动物 更少罹患癌症 那在1922年 就有一本畅销书 叫做鲨鱼不会得癌症 这本畅销书 就导致了价值高达 数百万美元的产业 就是所谓的 鲨鱼软骨可以防癌 就造成了数百万只鲨鱼 遭到捕捞 圈养或者是屠杀 去制作成软骨钉 卖给这些走投无路的 癌症患者 但事实上证明 第一个是 这个软骨钉是没用的 第二个是 在2013年澳洲海岸 有一条大白沙 它的下颚就被发现 是有肿瘤的 所以科学家就说 他说鲨鱼也会得癌症 即使鲨鱼真的不会得癌症 你去吃鲨鱼制品 来治疗癌症 就跟我吃乔丹的肉 来增加我打篮球的技巧 这是一样的荒谬 所以在非常多的研究 都告诉我们 不仅是 它不是人类特有的疾病 同时人类也不是 最容易得癌症的物种 有非常多的物种 其实比人类更容易得癌症 譬如说小型的普鲁类动物 它发生癌症的比率 是比人类来得高出许多的 在科学家经过了 大量的数字研究以后 发现曾经经历过 所谓瓶颈效应的动物 是比较容易罹患癌症 什么叫做瓶颈效应呢 就是可能产生的一些 环境的因素 导致某一个物种 经历接近灭绝的状态 但是它在少数的群体 不断通过交配 或者是环境的改善 再长成一个大的群体 这叫做生物学上面 叫做瓶颈效应 那科学家提出来 就是说在世界上 有绝大部分 被寻养的仓鼠 其实都源自于1930年 发现于叙利亚沙漠的 一窝仓鼠 那这样它们等于是在 非常接近的这个DNA里面 不断地进行生繁殖 所以它们长出肿瘤的比率 就高得非常的高 比一般的仓鼠来得高出很多 那狗的癌症风险 基本上也跟人类大致相同 但是在不同的肿瘤 在各个品种上面的 普遍程度是不一的 如果照刚刚讲的瓶颈效应 我们现在有蛮大一部分的 所谓的宠物犬 它都是属于近亲繁殖的 所以近亲繁殖的宠物犬 可能它的肿瘤的发生率 也比其他的狗会来得高一些 另外可以看到的是 在三分之一的养殖的母鸡 也就是它是为了生蛋 生蛋所养殖的母鸡 因为必须要不停地生蛋 而罹患卵巢癌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比率 这个比率也非常之高 那所以从这里面 也可以推测出说 人类罹患癌症的这个原因里面 可能也有一个可能是瓶颈效应 因为有证据指出 大概在一百万年前 生育人口曾经降减少 降低到大概两万人左右 人类当时是处于在 瓶领灭绝的边缘 在那一次的事件 你可以想象 也许我们的祖先 全部都来自于那两万人 去繁衍出现在全球70亿的人口 这可能也是我们说 人类容易罹患癌症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生物学上面 有趣的观察是 我们前面讲到多细胞的动物 是不是更容易罹患癌症 理论上多细胞的动物 它身体里面的细胞数量是更大的 所以如果细胞的突变是一个几率的问题 那多细胞动物 随着你的体型越大 你的细胞总数越多 你突变的几率应该是越大的 但事实上 其实并非如此 就是另外一个可比性的是 寿命越短的动物 越容易得癌症 还是寿命越长的动物 越容易得癌症 其实在科学上面也做过非常多的调查 而基本上体型是没有影响的 譬如说像鲸鱼或大象 它体型非常的庞大 它寿命又长 罹患癌症的比例 其实跟老鼠这一类体型较少 寿命也很短的生物来比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那癌症风险不一定跟体型成正比 这是来自一个科学的观察 这样的观察的结果 被归纳为叫做佩托悖论 它是在1976年 由首次发明这个数字的英国统计学家 他叫做理查佩托 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作为这个佩托悖论的一个名称 在地球上的生物 不管它的生命有多长 目前已知最长的 最古老的一种脊椎动物 叫做小头睡沙 它的寿命大概是500岁左右 那不管是我们讲到的金鱼 大象或者是人类 它相对于老鼠这样的生物 它的寿命算长 那在演化学里面 不外乎就是两种演化的路径 一种是他活得快 死得也早 就是生命是非常短暂又危险 所以他的演化的这个大原则 就是尽可能的繁衍后代 另外一个结果呢 就是活得慢 但体型庞大 通常是食物院里面的顶层的猎食者 它通常是吃其他动物 而不是被吃 也会在年龄比较大的时候 才开始繁殖 并且花很长的时间去养育后代 那演化的路径不外乎 就是这两种 这个演化的路径 在两种之于生成癌症的几率 其实并没有差别 但差别在于说 所有物种演化 都是尽量在繁殖阶段维持健康 所以这个阶段呢 多长 其实都没关系的 从人类身上就可以看得到 人类的癌症呢 有九成以上 都是发生在五十岁之后 因为人类演化的需求 必须要能够健康的 活过生命的全盛时期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必须要能够健康的繁衍下一代 以及能够照顾养育后代 所以五十岁以后 他的在统计几率上面 得到癌症的几率就大幅的提高 这看起来就是一种演化的过程 刚刚听过这非常多生物圈里面 跟癌症之间的一个对比关系 你一定会很好奇 就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感觉 现代人得到癌症的几率是如此之高 在1960年之后 根据英国调查的数字 有一半的人都可能在他有生之年 会得到癌症 那这次癌症呢 其实在过去人类的历史上面 有非常多的一些认定 在历史上 埃及人把癌症归因为天前 中国的古代文献 则说癌症就是邪气太强 那癌症被视为 以现在的 譬如说宗教的定义 或者是一般的 一般人对于他的定义 则被视为生活的 过得比较不健康 或者是比较不纯净 被当作是一种惩罚 因为你生活的不健康 所以你才会得到这种病 事实上呢 在过去人类的医学 在所谓基因定序的科技 还没有那么普及 速度没有那么快 而经费用没办法降低之前 其实对于癌症的 这个细胞的变异 总是莫中一世 但所有的观察 最后的结果都指出 癌细胞呢 它遵守的是 生物学的基本原则 也就是所有细胞 都源自于细胞 你的癌细胞 其实就是你 身体里面细胞的突变 它不是诅咒 它不是感染 不是外面来的 除了非常少数 透过传染 而刺激身体里面细胞的突变 譬如说 HPV 人类乳突病毒 造成了子宫颈癌 这样的结果 除了少数 现在也有疫苗可以打了 所以现在年轻的女生 其实都是可以打疫苗 去防止未来得到 子宫颈癌的几率 但是呢 我们虽然做过 非常多这样的研究 其实它是 你整体自己的细胞 开始不受控制 开始不受控制的增值 最后扩散到身体的 每一个部位 但这只能说明 癌细胞或者是癌症 它是什么 却没办法说明 癌症它为什么会发生 也就是没有办法去解答 我们人性会对于 这样的疾病 终极的一个疑问 就到底为什么我会得 而其他人不会得 在近代关于 癌症起因的研究 1922年非常著名的 果蝇遗传学家 他叫汤姆斯·杭特摩根 他把癌症归因为基因失常 他提出的论述是 癌症源自特定基因 一再发生体细胞突变 最终导致癌症 那这样的思考方向 它基本上是把癌症 当成是一种DNA疾病 这样的定义 另外也有非常多研究 是集中在说 现代人的生活习惯里面 导致癌症的成因 其实最多人提到 就是所谓抽烟跟肺癌 之间的关系 那这一件研究呢 其实是早在1930年代 在纳粹统治底下 有一个大学 叫做耶拿大学 他们的科学家 首先证明抽烟 与人类癌症之间的关系 甚至二手烟 这样的专有名词 也是这些科学家所发明 当然因为希特勒 本身是坚定的反烟者 你很难想象说 一个大屠杀的恶魔 他本身是反烟者 那他其实 因为这一所大学 在纳粹执政期间 在德国 其实是帮助纳粹 制定了很多 优生学政策的基础 导致大屠杀 所以他们提出的论述 在国际上面 其实很少人提及 但是抽烟跟癌症之间的关系 不只是在经过过去的历史数字 去堆垒实验的数字的结果 还有非常多实验 在动物身上 也是得到证明的 在1931年的时候 就有科学家把烟草 胶油的萃取物 涂在兔子耳朵上 实验结果证明 可能导致癌症 纯尼古丁则不会 其实致癌因子 很明显的就是 烟草里面的胶油萃取物 但是即便有这么多 零零种种的科学研究 统计数字 但统计学家都知道 相关不等于因果 在不管是在 譬如说你 如果你有法律纠纷的话 在打官司的时候 其实最强调的是 你有没有因果关系 譬如说医疗 医疗纠纷里面 很多的病人或家属都觉得 那是因为医生的疏失 所以才导致病人的死亡 但是他们只看到的是 病人的死亡 在医生做了哪些事情 最终有没有导致病人死亡 这件事 其实家属是没有办法 用所谓因果关系去同理的 所以在我们前面听到的 诸多研究里面 其实都只讲了相关 并没有很明确的去交代因果 所以我们只能去认为 它是其中的一种原因 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对于我们去理解 癌症真正生成的原因 其实也没有决定性的帮助 一直要到近代DNA的科技的进步 才有办法在追求答案的 这个路径上往前更靠一步 在1970年 英国一个生化学家 他叫做弗雷德桑格 他提出来说 要看懂DNA中的分子 它的指令 这个指令就叫做剪辑 那第一个可靠的方法 就是用DNA的定序技术 那这个技术呢 我刚刚前面讲 就是由这位英国的化学家 他所发明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DNA定序机构 是位于英国建桥的一家 叫做维康桑格研究院 就是以这位生化学家为名的 那在当时呢 你要去定序这个剪辑 就是DNA要下指令的这个指令 是非常耗时又麻烦的 科学家每一次只能读出几百个剪辑 总共人类的基因组 全部有六十亿个字母 所以它是你永远都读不完的 在这里面 科学家就找到了一个取巧的方法 他觉得说 我们不需要把这六十亿的字母 全部都解读完 我们只需要在其中寻找导致癌症的突变 就是锁定了TP53这个基因 TP53 它在现代的癌症医学上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它负责生成强大的保护蛋白 这种蛋白叫做P53 那这种能力强大的分子 可以在细胞的DNA严重受损 无法修复的时候 命令细胞死亡 进而抑制癌症发展 你听到了没有错 就是癌细胞之所以会无限制的 不断的繁殖 就在于说 它突破了人类DNA里面 对于某一些细胞 当你老化无用化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死亡 来去做这个天泽 就是物竞天泽演化的一个过程 但癌细胞它突破这样的规则 它做无止境的繁殖跟演化 所以透过P53 就可能可以导致说 我们找到去控制癌细胞 去让它不再无限制的繁殖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用染色体或者是基因定序 这样的科技 来去解决癌症的问题 这件事在1950年代 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进展 在1959年 位于美国费城的一个 福克斯柴斯癌症中心 有两位研究员 针对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他们的细胞做染色体的比对 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 就是说细胞里面的染色体 虽然全部都完全正确 但是有两条22号染色体 中的其中一条 它小得非常出奇 因为22号染色体 在人类的染色体里面 已经是比较小的 这个异常的染色体 又只有原本的长度 只有一半不到 所以两位科学家 他们观察其他的 同样得到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病人 又发现完全相同的状态 所以他们推测 慢性白血病的病人 有可能他们的染色体 都有一样的问题 从这里面找到线索 所以他们就开始针对这个 为什么22号染色体 会呈现异常短小的情况底下 开始做相关的基因研究 后来发现 产生这样的现象的是 有两种不同的基因 它原本不应该去接触在一起的 但却因为得到这个病的人 他的这两种基因都互相的融合 这其中有一个基因是叫做BCR 另外一个叫ABL 那ABL它其实是一个强大的致癌基因 融合了以后 这个两个基因融合 形成一个活性永远过强的基酶 这个基酶其实就是基因之余 繁殖就是分裂的一个开关 那在我们一般细胞里面 都会生成所谓的基酶 它会去让一些 等于是说有一些无法修复的细胞 就让它死亡 它会下死亡的指令 另外它也会下这个不断增殖的指令 不断去分成新的细胞 那也因为这两个原本不应该在一起的基因 它合在了一起 它就开启了这个开关 那现在科学家的任务就相对来讲简单 他们就要去寻找药物来去制止这种过度活跃的突变分子 所以就开发了一种药叫做基利克 这个基利克可以说是史上最成功的癌症药物 它从2001年上市以后就改变了我们前面讲到的慢性骨髓性的白血病 这样的以前是无药可治这样的一个癌症 它在患者去接受治疗之后 5年存活率比率大概是40% 也就是说能够活超过5年以上的有40% 在服用这个药接近20年后 存活到5年的比率大概是70% 因为你知道这个5年存活率的数字 是要不断的去迭代加肿才能得到有效的数字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原本无药可医的病 到这个药经过治疗之后 你能够活超过5年以上 有超过7成以上都可以有增加到5年以上的收命 它这里面可能还有非常多是 当初服药了20年后还存在 还能够继续活着的人的病人应该还会有 如果你是在早期就用这种药物来治疗 两年就能完全治愈 那它的寿命会跟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几乎是相同 也就是说人类其实已经找到能够治愈 这个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一个方法 听起来我们好像从科学当中找到了治愈癌症的希望 但实际上并没有如此的乐观 因为癌症之所以难缠 它的原因 我们刚刚讲到 科学家的确透过了基因或染色体的研究 找到了癌症的治愈的可能性 但是呢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它其实只是一种基因的变异 那有非常多的癌症呢 其实不是只有一种基因变异 而是有非常多的基因发生突变 也就是说你把某一种突变 透过研究的方式 你找到了相对应的药物 你用这种药物去把它压下来 那但是呢它有其他的突变 它其他的突变 一样会造成癌细胞本身的增生 所以这个就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同时呢我们一开始就讲到 癌细胞其实就是细胞的突变 它其实在天则法则里面 它想尽办法要让 它的细胞去不断的繁衍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人类有药去把癌细胞给杀掉 不管是透过实际上的手术 去把癌细胞的肿瘤给切除 或者是你给予放疗化疗 这样的方式去杀死癌细胞 但是这癌细胞呢 它可能会产生什么 叫做抗药性 那这个抗药性其实不只是在 癌症相关的治疗上面 从人类最早发明潘尼西林开始 就发现说当你过度的去使用 这些消炎的药 潘尼西林的药物去杀死细菌 久而久之细菌会演化变成 它具有能够去抗药性 反而造成更大的危机 更大的伤害 所以在癌症治疗的这个方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前面讲到说 癌细胞它有可能是多个 不同的基因变异所产生的结果 所以你在用药的时候 也许你杀了某一个 另外一种细胞就能够继续接续 被杀掉细胞的作用 另外就是慢慢的细胞习惯了 这个药物 譬如说你给予相关的化疗药物 它就找到了方法去把化疗药物 排出它的细胞组织之外 所以在生物学上面演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人类要跟癌症去做长期的对抗 其实在目前的状况 陷入到一个尴尬的境界 也就是在医学上面 治癌就像打地鼠 你不断的想要把冒出头的地鼠 给它敲回去 就像我们在治疗癌症的时候 我们诊断出来这是什么癌 所以我们给予什么药物 但是很快的它又会复发 它又会再冒出头来 那你就要再给另外一种药物再下去 所以就沦为一种生物领域里面 打地鼠的游戏 先尝试一种疗法 等到这种疗法失效以后 再是另外一种 如此不断重复 最终就是拖到病人死亡为止 在这种打地鼠的巡回底下 整个医界或整个制药业 它的核心的驱动 其实就在于 所谓开发智慧型药物 精准的药物 这种药物被目前现今的医学 视为对抗癌症的主要的用药主流 譬如说在乳癌 事实上现在乳癌都是相对来讲 比较好治的癌症 因为有非常多的药 这里面提到一种药 我的长辈他在得到乳癌以后 也用过这种药 叫做贺癌瓶 贺癌瓶这种药 其实就是针对 这个癌症驱动基因里面 有HER2 HER2 这样的乳癌细胞 专门针对这样的乳癌细胞 所以医生在用这种药 以前他必须要先去诊断 去检验 判断说患者 是不是适合用这样的药 他的乳癌细胞 是不是有这个 HER2这样的基因 所以呢 在用这样的药 的确是能够达到还不错的功效 它的作用机制 它会阻断癌细胞中 数种不同的增殖讯号 所以基本上会比这个 全面摧毁性的化学疗法 会来得更精准一点 副作用理论上来讲 也会更小一点 这一类药物就被视为是智慧型药物 跟传统的化疗 全面摧毁的化疗药物 有所不同 但是理论是如此 事实上 并不是多数的癌症 都可以去接受相关的检测 或者是 我们知道有些穷国 有些富国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癌症病人 都可以用这个非常精准的标靶药物 第二个就是 即便是可以做到 像台湾有全民健保 所以你可以去做相关的检测 但你未必是适合 就是你得到的类型 未必有相关的标靶药物可以去用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几率问题 就要看你得到的癌症 是不是有相对应有效的药物 可以去使用 但是目前看起来 其实还是不够多 也不够普遍 美国的研究 在2006年以来 美国FDA核准患者 这个肿疗基因检测 去使用的30多种标靶药物里面 大概只有5%的人 可以使用这样的疗法 到2018年 我们前面讲到2006年到2018年 漫长的12年过程 这个数字只从5%提高到8% 所以这样的进展 你不能说它是非常的快速 虽然越来越多的精准的标靶药物 可以在各类型的癌症上使用 但它没有办法去解决 多数的癌症问题 精准的治疗方式 其实理论上是非常美好 但实际上又会碰到一些问题 我刚刚前面讲到 只有8%的病人 是可以接受标靶药物的 另外呢 这些药物也非常非常的昂贵 这又是在治疗上面 另外一个两难的局面 在面对生命 你必须要去想说 运用一种非常昂贵的药物 去救回这条生命的价值 所以在2014年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教授 他观察2002年到2004年上市的 70多种癌症新药 这些药物的费用 每年高达数千万美元 但是它能够延长的存活时间 只有两个月 这是非常少的一个进展 那当然这个药费之贵 是这一类的药最难普及的原因 一般的标靶药物 它的价格是我们讲到的放射性物质 布它的六倍 也就是我们核电厂的燃料 它是比核电厂燃料同样重量 来的贵很多的 最新的一种免疫疗法 我相信只要如果你身边的亲人有得过癌症 你一定研究过关于免疫疗法的资料 它叫做CAR-T这样免疫疗法 它的价格是更昂贵的 每公克十亿美元 我不晓得它最终运用在治疗上面 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知道是非常贵 但药价的效果跟延长的存活时间 其实并没有因为价值而成正比 基本上还是一个俄罗斯轮盘的概念 就是对某些人有效 对某些人无效 那有效的人可能很有效 没效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延长任何的时间 所以就不是一个能够数据化去告诉你 药价能够带来多少生命的一件事情 不过即便是如此 现在科学 现在医学所带来的效应 的确在治疗癌症上面还是朝进步的方向去前进 在书里面讲近几十年来 英国像是英国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 有五成的癌症患者 他在确诊之后 他可以存活超过十年以上 如果你有亲人得过癌症 你知道医生在评判他的奇数的时候 其实跟进行他的治疗 在选择相关的药物的时候 其实都会跟你讨论 就是所谓的五年存活率有多高 某一种药用下去以后 他会告诉你一个数字 五年存活率有四成六成或七成 那这个指的就是 在使用这个药物的相关的数字 累积的Diabase里面 告诉你这个药有多少人可以活超过五年以上 那基本上把生命当作数字去评估 这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 简单来说 现在在于癌症医学上面 是用以药厂不断开发精准的标靶药物 来去支撑整个商业结构 因为这系列的开发都必须要耗费极大的金钱 所以每一种新药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效益 商业效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一些比较多人得到的癌症 譬如说像乳癌 像大肠癌 这一类的癌症 在药物开发的速度就相对比较快 有非常多的标靶 新的标靶药物可以使用 那对于药厂来讲 一个药物的开发成功 可能带来就是10亿美元以上的巨大商机 那用这样的商机来去驱动 更新的药物的开发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现代医学在面对癌症的一个进程 但不得不说这样的进程 发展还是相对来讲是缓慢的 某一个程度 从医学的目标是救人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缓不济及的 所以科学家就常常在研究 一些更新式的疗法 是不是有可能不走向 不断的提高精准度 这样的死胡同 因为以目前的科技提高精准度 是一个漫长且巨额花费的过程 有没有可能用既有的药物来达到 抑制癌细胞在生物演化学上面 成长的这样的手法呢 的确是有的 在书里面提到几个新式的治疗方式 我觉得非常有趣 第一个是鸡尾酒疗法 其实鸡尾酒疗法并不陌生 很多的疾病都是用所谓的鸡尾酒疗法来做 做治疗 最成功的当然就是我们知道 何大一所发明出来 针对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 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它给予 艾滋病患者三种药物 那它设计出来一个数学方程式 去计算出 艾滋病的病毒 同时针对这三种药物 演化出抗药性的几率 只有十万分之一 所以这个数学公式 其实真正是改变了 艾滋病的治疗方式 在可使用以及可负担 这样的原则底下 把三种药物合并 作为鸡尾酒的治疗方式 艾滋病的患者 可以把寿命延长到 跟正常人相同的 简单来讲 它就是达到维持生命的意义 所有的治疗所达成的目的 就是最终你不是因为癌症 或者是艾滋病而死的 你是因为其他疾病 或正常老化而死 那等于是科学治愈的这个疾病 不是因为它消失了 而是你治愈它了 那在癌症上面 也有科学家做一样的假设 就是如果我能够找到 肿瘤的基因定序 找出它驱动的基因 再设计出尽可能 囊括出最多的驱动基因的 这个鸡尾酒疗法的药物 用类似对付 艾滋病的方式来去对付癌症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呢 理论上的确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就有可能去消除 癌细胞不断地突破抗药性 而去增生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个复发 提高压制复发的可能性 有两种抗药性的突变 就是你同时控制住两种 它抗药性的突变 可能是一百亿分之一 当然细胞的增生 它的数字是非常大的 所以一百亿分之一 听起来是很不可能的事情 但对于细胞 人体的细胞总数来讲 还是有可能的 只是它的可能性 就大幅地降低了 如果你增加到三到四种药物 细胞对于所有药物 都产生抗药性的几率 几乎是微乎其微 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现在呢 肿瘤科医生可以用的 所谓的鸡尾酒疗法的配方 这些药物是极其有限的 因为他们还不够去 足够去了解说 我到底在同时控制 这么多变异的时候 我到底有哪一些药 有一些药可能已经发明出来了 但我们还没想到说 这些药可以用在这上面 另外一些药是 它还没被发明出来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说 要采用鸡尾酒疗法 就必须要在这个 治疗的过程里面 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减合 它的是不是有用啊 尺寸是不是收小啊 是不是正确的打击到 你必须要打击的目标 它必须要有一些减合 所以包含减合的方式 传统上面 我们可能要用核式共振 来去做减合 但一个人能够承受的辐射量 是有限的嘛 所以你也不可能 无止境的去做减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科学家就要 针对这样的过程里面 去做出非常多的 一些新的技术 譬如说有一项新的技术 叫做器官晶片 这个器官晶片 是非常小的玻璃片 像上面有非常细小的 微流体通道 它实际上是在模拟 你人体器官内部的通道 然后里面还存在于 有组织里面各种人体的细胞 跟分子 它虽然是一种 人工的合成系统 但是它比科学家 要拿小老鼠来做实验 是来得更快一点 所以它有助于说 当你要有非常大的数据 来去分析的时候 你用这种 人工合成的系统 它可以快速地 用3D练映的方式 在实验室去组织 甚至去模拟整个器官 就可以让未来医生 要用鸡尾酒疗法的时候 它的选择性可以更多元 因为你必须要建立在 这个实验数字够快的程度之上 你才 医生才有更多的药物 可以提供它作为选择 另外我在书里面看到 让我最期待的 也是 我觉得最符合 生物演化过程的一种癌症治疗的方法 当然这个目前还在实验的阶段 它是由美国佛州的一所 叫做莫菲特癌症中心 这里面有一位教授 他叫做罗伯特盖登比 他用的武器并不是药物 而是他用的武器是数学 盖登比他是临床放射线治疗的专家 那偏偏他对数学是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他把数学当作 他在研究癌症治疗 尤其他的专长是放射线 所以他就把数学用在这上面 他读到了一篇关于 有一种农业里面的害虫 叫做小菜鹅 这一个文章里面提到说 当你要对付这样 对于人类栽种谷物的害虫 它危害农民超过一世纪 这样的害虫 其实非常难产的原因 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杀虫药 小菜鹅都对这些杀虫药 有抗药性 所以他马上就联想到 这个小菜鹅呢 就跟癌症是一样的 你想办法用各种不同的化疗药物 想办法要去杀掉癌症 就跟农民 想办法要用各种不同的杀虫药 去杀掉小菜鹅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 越杀 其实小菜鹅越多 他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 他没有办法去遏制小菜鹅的扩散 所以盖登比呢 他就想到了他的专业 他的专业是放射科 所以他觉得对现在所有癌症疗法里面 他最不满意的就是药物给予的方式 也就是所有药物给予都是按照病人最大耐受剂量来去评判 也就是说在患者出现无法忍受的副作用的时候 那个最大剂量是什么 就是一次用大规模的化学攻击 去尽可能的消灭癌细胞 只要你病人能够受得了 我就想办法去消灭最多的癌细胞 理论上现在所有的致癌方式都是如此 但就像农民想尽办法用最大剂量来去消灭小菜鹅一样 它其实都没有效果 在癌症的治疗上面也是一样 而在癌症治疗上面还更难缠就是抗药性 抗药性最终一定会出现 不管你给予它最多的剂量 只要它会出现就会出现 所以盖登比它就去借尽在农业 它们是怎么样对付小菜鹅这样的害虫呢 它们后来就不再用想办法去 把小菜鹅全部杀掉的方法 反而是把小菜鹅控制在合理的数量 不是全数歼灭 就留下一些相对应的其他昆虫 因为你要知道 当你把小菜鹅杀光了以后 其他的相关的昆虫也会死掉 即便这些昆虫不会去吃掉你的穀物 所以农民就不再试图消灭所有的害虫 而是学着跟它们共存 它定期去监测昆虫族群的数量 接受作物有一定程度的损失 只有当什么状况失控的时候 才会去使用杀虫药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 反而小菜鹅不会再无止境的增加 农民的损失也可以得到控制 盖登比就是从这样的这个农业控制的手法里面去想到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手法来去治疗癌症呢 他认为说我们不能在治疗的过程去忽视抗药性的存在 先假设肿瘤里面一开始就有一小群细胞它具有抗药性 但是它的适应能力比较低 那另外有一群呢 它敏感性的细胞 这一群是主要的癌细胞 这一群癌细胞是会在被化疗消灭之后 有抗药性的这些细胞 就会开始填补这个空缺 开始成为主要的细胞 这就像我们现在在处理冠状病毒 就COVID-19的状况是一样 现在已经不断延伸出 BA不断的延伸出 更具适应力强的病毒 这是一样 癌细胞也是一样 所以它的目标不再使用药物最大的耐受度 尽可能去围剿肿瘤 而是使用比较低的剂量 让癌症缩小到一定的程度 保留一定程度的 就是你体内有抗药性的癌细胞 也有没有抗药性的癌细胞 你让两者都保存了一定的数量 借此去控制这个抗药性的癌细胞 它不过一下子就完全取代了 被化疗杀死的这些细胞 就尽量的避免它复发的可能性 所以盖登比就把这样的疗法 称之为适应性疗法 这个疗法就是用演化之道 还治其身 就是把癌症 癌细胞它演化的这个过程 用这样的过程来去治疗癌细胞 去让它可以再处于一种 可控的状态底下 这样的疗法的好处是 我们要知道化疗药 之所以能够消除癌细胞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即便是有抗药性的癌细胞 它必须要去排除化疗药物 也必须要耗费它很大的能量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在癌症治疗的过程中 当我们给予化疗 即便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让它变不见 也可以延缓癌症 癌细胞成长的速度 这是因为化疗就实际上会消耗 细胞整总能量的三分之一 用来能够去繁衍 繁殖新的细胞的能量就不多了 所以盖登比就认为说 我们可以用基因定序的方式 先去找到说我们在这个癌细胞上面 存在有几种可能的基因 我们先了解我们要打击的对象是谁 那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是会对于化学治疗药物 会有抗药性有一些没有 所以我们投以控制剂量底下的化学治疗的剂量 就可以精准的去打击我们想要打击的敌军 那在有抗药性的那个 就不用去管它了 那你只要知道说 你不会把这个没有抗药性的癌细胞全部都杀死 让有抗药性的能够变成一个主流的癌细胞主体 这样就可以避免复发的几率 所以盖比登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做他的适应性疗法 当然一开始他还是用实验的方式来做 他用实验的小老鼠来做 他的做法是 他把乳卵巢癌的细胞去注射在小老鼠身上 当肿瘤长到豌豆那么大的时候 每只小老鼠都注射一针 通常用来治疗人类癌症的这种药 这种药非常的主流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白金卡帛 它叫做carbon printing 那这种药呢 大概你现在知道的癌症 大概都会打这种药物 所以他就用这个药物下去打 那打到什么呢 打到他不再成长了 缩小了他就停止 每隔三天有一位实验人员 就会以小型的这个测量仪器 去测量每只小老鼠的肿瘤大小 并且去调整药物的剂量 如果长大呢就多给一点药 缩小呢就少一点药 用这种人工的方式 非常粗糙的方式去进行实验 但是结果却是让人非常惊讶的 在植入肿瘤六个月之后 接受这样疗法的小老鼠 它体内的肿瘤体积 增加到四倍以上 而且比完全没治疗小老鼠还大一点 不过接受适应性疗法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一般的癌症治疗 就是你想要杀死 所有的癌细胞的治疗方式 它会增加四倍 但接受适应性疗法 就是你只是在需要的时候 才给它抑制的剂量 它的肿瘤大小跟一开始都是相同的 它并没有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呢 这样的实验证明是有效的 但不能排除说 你刚好只是运气好 你碰到这样卵巢癌的模型 它的基因变异 刚好是你可以控制的 那接下来挑战呢 他们就是要尝试去使用另外一种药物 去做另外一种癌症的挑战 这一次做的是乳癌 那他们用的是 面对的是一种三阴型的癌症 这是比较难治疗的乳癌类型 那使用的是太平洋子三醇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化疗药物 非常标准治疗的药物 那这样的治疗方式 其实还是一样 还是有效的 所以不管是卵巢癌 或者是乳癌的动物实验 都可以去证明说 适应性疗法的确对于控制 癌细胞不再增长这件事是有效果的 那盖登比呢 他就决定了要再继续做这样的实验 继续用在人体的身上 他第一个人体实验用的是 摄护腺癌的疗法 因为摄护腺癌最重要的是我前面讲的 就是你后面要去做 到底肿瘤有没有长大这件事的检验 你不用一直让病人去做 电脑断层扫描或核磁共振 人体对于X光的耐受度是有极限的 所以他可以用血液检测的方式 虽然没有那么精准 但也足够了 他就用这个摄护腺癌的方式 来去做适应性疗法 结果也是有用的 这书里面甚至提到一个 各实验的案例 这位案例呢 他是一位患者 他是英国石油的工程师 他叫做罗伯巴特勒 他退休以后搬到美国的Temper 那这个坦帕这个地方呢 当然是加州红酒酒庄的聚集之地 想当然了他去享受生活 那07年的时候 他被诊断罹患摄护腺癌 经过了荷尔蒙疗法跟放射线治疗 都没办法控制 所以适应性的疗法 这个实验性的计划 变成他最后的希望 作者说当2018年5月的时候 他去造访这位病人 他正在接受第10轮的 这种适应性治疗 而且呢 这位病人已经是这项试验 存活时间的记录保持人了 也因为这个病人本身是一位工程专家 他了解说 在这样的适应性疗法的过程里面 省省运用药物来调整跟制衡体内 癌细胞的族群 就像他曾经在工程里面 用恒温器这一类的装置 来去控制环境温度 是一样的道理 他是科学家 他是工程师 所以他可以去接受 但实际上呢 在盖登比 在做这样的实验的过程 碰到最大的难题 其实往往是人性 就是有非常多的病人 在药物给予下去之后 有效 那他就希望 我为什么不把癌细胞全部杀死呢 为什么我要保留 让癌细胞可以再长回来呢 所以有非常多病人 是要求终止实验 而是选择完全的 用大剂量的化学治疗 想要试图去杀死癌细胞 但最终的下场 其实都是不好的 就是另外一种 有抗药性的癌细胞 进而取代了 就产生了复发 那这位作者呢 他去探访这位工程师 其实他就已经是能够去用适应性的疗法 在2017年底 适应性疗法有初步的试验结果指出 在11位患者中 有10名是完全稳定的 肿瘤它平均有17个月 它是稳定的周期大小 所以这些患者最后使用 这一种化疗的剂量 平均为总剂量的一半 其中呢 每年只使用一个月 而且副作用相当的少 甚至完全不严重 也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 理论上这样的适应性疗法 应该适用于所有的癌症治疗 只要是先了解各种癌细胞的抗药性 区分出他的抗药性的癌细胞 跟他的敏感性癌细胞 就可以去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 去制定适应性疗法的治疗计划 但现在的障碍呢 不是在适应性疗法本身 反而是出在 你必须要定期去检测肿瘤 而且是非常频繁的检测 它需要很大的费用 前面有讲到 有些器材可能有放射性的问题 所以科学家在开发更多的检验的方式 譬如说像液态切片 就分析肿瘤进入血液的肿瘤DNA 或者细胞数量 以及它的基因组成 从这里面来去推判 你身体里面肿瘤的大小 那这是适应性疗法的目前的进程 适应性疗法虽然并不是一个 能够去解决癌症 所有癌症问题的 但是它是目前最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也就是说它的手法是 维持肿瘤内的平衡 而不是尽可能的消灭 更多的癌细胞 那能够兼顾到致癌上面 最对于病患来讲最痛苦的 也就是药物的副作用 又能够在维持生命的 这个大原则底下 能够不断地维持生命 最终医界所面临的问题只是说 在这样适应性疗法 跟我们前面讲到的标靶 精准治疗的药物 两者之间到底 孰优孰劣的问题 就是一般有蛮多的 精准标靶疗法 它能够只能勉强延长 数个月的生命 如果跟适应性疗法比较起来 会不会是像适应性疗法 它能够延长一年两年三年 那副作用比较好 生活品质也比较高 会不会是一个 更好的治疗方式 也说不定 但是要克服的就是 第一个 人性对于适应性疗法的 不确定性 所带来的恐惧 第二个 在医界 在制药行业 精准的药物 已经有它的获利的配方了 但是这样的这个 鸡胃酒疗法 也就是适应性疗法 到底有没有获利的配方 这也是医界 必须要慢慢地去找到 癌症治疗的一个最大公约署 的确我们一般人 在面对像癌症这样的疾病的时候 其实感性的层面 远远大过于理性 所以我觉得阅读这一类的 科普类的读物 其实也蛮重要的 会对于一项疾病的形成原因 跟目前已知的一些新知 带来给你最多的资讯 我觉得这都是 不论是 当然前提是要你对于这方面的 这个书是有兴趣阅读 如果你喜欢看科普类的书 我觉得这本书是好看的 虽然里面有一些比较尖色的 基因学上面的专有名词 但我觉得不影响你对于一些 最新资讯的摄取 尤其是这本书 出版日期是蛮新的 它大量的数字 甚至沿用到2020年 2021年的数字都有 所以我觉得对于 我们想要了解癌症这个疾病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本书是由奇光出版 在今年的7月初 刚出版的一本新书 如果你觉得想看的话 就赶快到电子书 或者是网络书店 都可以去买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也欢迎在Apple Podcast上 帮我留下五星评价 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透过 韩松林的编辑手记 粉丝页跟我互动 我们下周见